音樂 出於各種就是說 我對創作上的 就比較 偏向我自己對創作 或是一些美學上的取捨 因為像我前面提到旁邊 就是說有電腐梯 那它不時會發出聲音 然後這個空間它可能相對於其他的空間 它比較封閉 然後它跟那個美術館的大廳的空間是隔開的 那也就是說首先它這邊的聲音不會這麼多 那但是其實大廳的聲音 它還是會傳進來這個空間 那因為我會希望說這個空間 它會是盡量維持在它 一個原來的狀態 但是首先是說因為聲音的部分 它其實會時有時無 那就是說它們進來這邊的話 那它等於說它可以自己去 去處理說它跟這個空間裡面的一個關係這樣子 所以它可以自己決定說 它怎樣跟這個空間互動 就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找 館方很多不一樣的機靈地 然後那時候花一天去走 然後走一走是 我自己是覺得就是這個轉角 直覺上會很適合直角那一件作品 因為它的 它的結構跟它樓梯的廊道 就是它這樣爬升的方式 其實很適合 它們的管境的出戲 就是以結構來講的話 然後就選了這個 然後加上上面是碗芡 然後碗芡之前我們也有合作過一些聲音 所以我可以理解說它的聲音 可以跟我怎麼互動 所以我覺得這樣是一個很好的過渡 就是我們兩個可以這樣子延伸上去 因為這三個不同的裝置它有不同的速率 然後它的一端是光源 一端是發出feedback 就是回收的聲音的一個小的喇叭 所以我讓它收音又放音 收音又放音 現場 就它不是一個預錄好的一個片段 所以它會因為 這一每一件裝置的速度 所以它在空間裡面的反彈 它會有不一樣波形的變化 我這一次其實是以我自身的 去探討什麼是噪音 對 所以作品本身是以我 自己耳朵聽到的耳鳴為出發點 對 然後 這一次大家選的都是國美館的精靈地 沒有被使用的空間 所以像這邊從來沒有使用過 不過在這個空間裡 對 然後 我的創作主軸就是我剛剛有講 以耳鳴為主啊 因為我發現 最近 這陣子就是耳朵都會出現不定時的耳鳴 但是很有趣的是 在出現耳鳴的時候 我就聽不到外面的聲音了 我會覺得很寧靜 我反而會覺得 久了就會覺得 很安靜 所以就是有點像是去探討說 噪音 原本耳鳴對我來說是噪音 它就是一個一直出現 讓我覺得很煩躁的東西 但聽久了之後去接受它 會發現它讓我 阻隔外界更吵雜的聲響 反而這一個在我耳邊一直聽到 我自己聽到的那個噪音 反而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 讓我回到一個很冷靜的一個感覺 在最安靜的時候 或者是當你到了盡頭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聲音 其實會是最大聲 是最響的 就是反倒是一個 就是做一個對比的感覺 就是對我來說 可能是當你 不一定是一個現實中的什麼 就比如說可能現在旁邊的聲音 或什麼是一個噪音 但當你只有面對你自己 一個人的時候 可能什麼聲音都沒有 但那個 噢 那 呃 這 可能是像這個時候 對 就是當你面對自己的時候 最安靜的時候 那個東西 對我來說 很多時候會是 反而會是最大聲的 因為我沒有 因為我沒有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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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大部分的人 可能比較 不會在生活中 注意到的事情是 就是 其實 四處都存在的節奏 跟旋律 是它被打散 零散掉 那我自己的 感覺是 就是我有點是把這些東西拿回來 就是我 可能就是今天 無論是在聽音樂 或者是在聽 聽這些 任何的聲響 就是我聽到一個 我很喜歡的東西的時候 我會 有些人是直接會把它錄下來 然後做成素材 但我 我比較傾向於是 我 重新用我自己的方式 把那個聲音做回來 本身是DJ嘛 他就是會用 黑膠唱片唱盤 在這個短短的 小小的DJ文化裡面 我嘗試在 美術館這個地方 擺出 DJ器材這樣 我覺得 跟現在的數位器材 有很大的差別 它是來自 90年代 說遠也沒有很遠 那 我覺得這個東西擺在這裡 然後它會發出 連續的聲音 光這一點就是 對於奇靈地應該就是一個 很大的衝突 很大的矛盾 我會覺得說 其實每個人解讀 都會有一個他自己的方式 那我會覺得說是 觀眾其實是可以自己去解讀我的畫面 所以有些人看到我的畫面 它會有一個記憶 一個回憶 可是我不是很清楚的給它說 我的時間地點是在哪裡 然後那可能就會切合到說 他們這次有一個主題 就是那個奇靈地那個概念 我覺得它都會是用非常 比如說用歷史或是時間 去切割這些東西 或是我去切割這些畫面 但是它又是一個破碎 然後連續的概念 其實那個只是說 你怎麼樣把它放大或放小 如果放到更大的時候 也許我們 比如說我們自己 我們的政治 我們的地理位置 台灣的環境 其實我們也是被一些潮流 我是說海洋 或者是一些陸地 或是一些文化去做切割 所以才會在台灣上面 你會看到說 我們的東西是非常豐富的 我們是不是可以挖歷史的牆角 來建構今天的權力 有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一個概念在裡面 那我們說這個歷史 就是我這次藝術家 他介入到這個所謂的制度本身 有時候我們在做一些抗爭的時候 我要跟這個制度 保持一個對抗 但是其實我覺得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 我這不可以到裡面 就把它運作出一個別的東西 這樣好像也是一個 不錯的一種 也許叫做對抗方式 那裡面呢 就從我們說 這個土地的主人 國米館 然後從發文 到那個台中市中山地市政事務所 然後他們就回函說 他們會派人來兩樣土地 然後最後呢 就有一個附葬的結果 成果突出來了 然後整個過程的就是說 在iPad裡面就是我們整個錄製的一個記錄 那裡面也特別的給大家看到那個整個 歷史機靈地的樣子 這樣子 我覺得這一次作品 提出來的作品 其實很大部分 絕不 都是在處理繪畫這件事情 那如何去突破繪畫的框架 然後跟 突破繪畫的表面 如何去再突破的一個過程 然後所以 你看到的這個綠牆 其實它是經過創作者自身 它如何去思考 繪畫如何產出的一種路徑 所以對我來講 它其實是一個選取框 我們在挑選每一樣的事情 會拼湊在這個畫面裡面 其實就是不斷地拼湊各個事物 各個訊息 那對我來講 我只是在還原這個過程 我如何去把這些訊息 把它平面化 把它塗層化的一個過程 不但是從自身的平行時空 去關注我們現在所身處的土地 而是回到這個島嶼 過去的歷史 然後再去把一些 想關注的事情再拉出來 跟現今做一個比較 這兩件作品 可能在一開始 會給觀眾一種 不同主題的感受 一件是書寫文字 在AI的深度學習之下 重新演繹苍結造字的神話 另一件是我在歐洲封城時 與家人的視訊記錄 兩件作品其實 都與我們當代生活中 所依賴的螢幕介面有關 有越來越多的虛擬介面 正以不同技術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它甚至可能是去見面的 直接侵入人類的身體裡 連結器官與機器 你肉身做事情其實就是很當下 然後你也沒有辦法 再來一次 就算你再來一次又是另外一件事 但在影像裡面你可以把過去的或稍微沒有那麼過去的 甚至是現在的重新疊在一起 然後是很不一樣的體驗 但同一個時間也就放下了很多的自我 其實一開始像武康說的 我們並沒有很多的預設 所以其實主要的還是對於自己的媒材去做想像 比如說我的媒材就是錄像或是影像類的東西 那所以我會需要素材 然後對武康來說其實就是身體 那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其實都是在自己的範圍之內 去盡可能的去做延伸 然後我們並沒有預設它會去到哪裡 在武康它的即興結束之後 它的部分原則上就是完成 它已經把它的肉體交給我 那我們就在電腦後面進行很多的觀察 反覆的觀察跟剪輯 然後在裡面找到了很多的 對我來說它會變成好像是某一種單字或是句子 那它就變成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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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時候產出了很多的段落 然後這個段落之間又分開來看 那有些段落它單獨成立 可是你擺在一起它又不能用 那這樣子的拼湊之後 最後併在一起成為了一個 大概二十分鐘的一個短片 這一次的作品呢 想呈現所謂現場性是什麼樣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這個必須從頭開始說起 就是因為這個作品呢 基本上是我2014年的時候 跟那個身體氣象館一起合作的 一個劇場的舞蹈作品 那基本上呢 因為劇場的舞蹈作品是我 裡面的內容基本上是我 從以前到現在 在接受許多不同的訓練的時候 所集結出來的一些 在舞蹈上面的 從身體的技術能力 到一個意識狀態的 那個不同的影響的展現 一個這樣的部分 所以我基本上會覺得 我們似乎應該要保留下來一些記錄 於是呢就是跟那個在地實驗呢 它找我一起合作 然後希望把這樣的一個東西呢 就是可以用一個VR的方式來記錄下來 那於是就形成了2019年的一個 典藏記錄的一個計劃 那可是同樣的我覺得很重要 最重要最重要的問題就在於說 其實現場性是什麼 也就是說你不管用任何的媒介 讓觀眾看到的時候呢 你一定是要從你的表演 從一個物質性的記錄的表演 傳遞出來你的情感 而這個情感呢 雖然是記錄過的 雖然它在另外一個次元的 我們記錄出來的宇宙當中的 但是呢它必須要傳遞到你現在 此時此刻你觀賞這個人 如果你能夠接受到這個物質 傳遞這種情感的話 你才能夠有所謂的現場性的出現 不凝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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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凝聚好